哈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洲360 让我们来看一下上个星期在车坛上所发生的事 第一则的新闻就是 混动版的Honda Civic正式在欧洲发布 这一款Honda Civic可以看作是专门为欧洲打造的一款Honda Civic 它是基于先辈版的Honda Civic所打造的 它的外形基本上跟先辈版的Honda Civic没有任何的差别 主要的差别是在于它的动力系统 这一套系统是一个钢内直喷的2.0升 自然吸气引擎配上一个双电机的组合 这一套动力系统可以在我国的City RS eHEV上面 找得到它们基本上是一样的 它的引擎主要是给它的电机和电池充电 而它的动力主要是由它的电机作为输出 再来就是因为它的排气量达到了2.0升 所以它的马力有181hp 相比HRV的混动版本的1.8 它多了50hp 而它的牛力则是来到了315牛顿米 相信这个加速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再来就是Honda为了提升它的存电续航能力 它们也在电池组上做了一些升级 再来就是它的引擎热效率也达到了41%之高 41%是什么概念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Honda版的Dynamic Force Engine 最后Honda也在这款Civic IMD的Honda Sensing上面做了一些升级 比如说它的镜头灵敏度它现在可以识别人汽车和摩托车 它的识别也有一定的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台硅版的Civic EHEV在近日在泰国上市 采取的动力跟欧硅版的基本上是一样 至于会不会引进我国 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则新闻就是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在我国设立公司 并且正在聘请员工 先来聊一下比亚迪这间公司 比亚迪是制造电池起家的 而且在中国是有排名前五的一个汽车制造商 比亚迪不仅是专注在混动车型和电动车型的研发 而且他们还是一个电池的制造商 没有错 比亚迪是制造电池起家的 所以他们掌握着很先进的电池技术 比如说他们最新的刀片电池 实际上比亚迪不是第一次进入马来西亚的市场了 以前因为一些原因 所以他们进入马来西亚市场的这个路并不是很顺 不过这一次他们在我国建立公司并且招聘代理 相信这次他们是做好完全准备进入我国市场贩卖汽车了的 至于你会不会期待比亚迪这个品牌在我国贩售汽车 有缘其让我知道 第三则新闻就是我们的豪华品牌Mazda旗下的CX30升级版 正式登入我国 这个升级版的CX30的Ignite Edition 它其实就是多了一个车身套件和双拼色的内饰 剩下的配置跟原本的CX30保持一致 动力配置部分则是那具 162HP 213Nm的2.0升Sky Active G自然进气引擎 有前轮和四轮驱动的版本搭配的是六速自排变速箱 另一具引擎就是一个1.8升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能够爆发出116HP 270Nm搭配的也是一个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只不过这具柴油引擎只有前轮驱动的版本 最后这个CX30Ignite Edition有两个版本 第一就是前轮驱动版本的售价为169,700Nm 而四轮驱动版本则是18万令吉起 这个售价你觉得还可以吗 留言区让我知道 第四则新闻就是 也是我们的豪华车品牌 Mazda3的升级版正式登入我国 这次的升级版多了一个新的颜色可以选 等下我们再讲 引擎配置还是维持着一模一样 来聊一下这个新的车身配色 叫做白金十英色 之前我们就有讲过了 它是有点像Rosego这样粉粉津津津的 相比起浑洞红的红色 它是更加优雅的一个车身配色 小姐姐看了都觉得很好看 来到配置部分 这个新的升级版Mazda3 也是有一个ignite edition 跟刚刚的CX30一样 它主要是多了一个专属的body kit 跟国外的turbo版Mazda3是一样的 只是轮圈没有改变 然后有双拼色的内饰 比如说红色的座椅 看起来就更加运动感 值得一提的是 2022年的Mazda3全系标配360景象 这是一个不错的安全配置啦 对我来讲 至于引擎动力部分 还是维持那具1.5L和2.0L的 SKYACTIVE G自然吸气引擎 搭配6速自排变速箱 1.5L的动力是118HP 153Nm 2.0L的动力是162HP 213Nm 2022年的Mazda3多了这个新的配色和ignite edition 你会不会给它一个新的机会咧 最后一则新闻是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CKD本地组装的新车税 将在明年进行调整 我们可能不会有便宜的车可以买了 其实这个新的算法早在2019年末的时候就被当时的政府提出 打算在2020年初就实行 因为一些政治因素 这项计划就被隔自2022年末来执行 其实这个新的算法是基于Open Market Value来计算 经过计算过后 新的CKD车型会有一个8-20%的价格涨幅 其实大马汽车工商会MAA就有表示 要求政府跟回以前的计算方式就是不要把这个Open Market Value计算进去 同时他们也有提议政府延长SST的税务豁免政策 理由是因为芯片短缺拖慢了新车的制造时间 这样会导致很多车主会在豁免政策结束过后都还没有拿到他们的新车 对于这个新算法的落实 MAA也是有表示这个汽车制造商的利润不会因此而增加 所以我们明年有可能会面临一个买贵车的困境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期的每周360的全部新闻 我是志凯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点赞加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by bwd6 by bwd6